各位老师 我们先帮大家分析 什么样星座的男人 会是老婆的好帮手 神队友 那么请大家参考 你的另外一半的太阳上升 还有月亮星座 为什么要看一下男人的月亮星座 因为男人的月亮星座 掌管的是他在内心里面的一个 比较潜意识的部分 能不能够成为老婆的好帮手 我们来看这几个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上升月亮如果是落在 处女座的朋友的话 可以成为老婆的好帮手的原因 其实是处女座的男生 他们能够落实生活的减法 出门搞定方向 这个什么意思 其实很多的处女座男生 在家庭里面能够做到 一个很好的收纳的一个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他们能够停止 或者是说告诉另外一半 不要为生活当中 买太多的一些物品 因为处女座是比较节俭的 处女座是比较属于 有规律的生活 他觉得生活当中 不需要充满太多的一些物品 生活的减法 其实让整个居家的空间 更为的舒服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处女座的男生 或者是处女座的老公 能够在出门搞定方向 这件事情对老婆来讲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女生开车 或者出门 没有方向感 容易迷路 但是处女座男生 能够落实到这个部分 就是老婆的好帮手 第二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月亮 如果是落在巨蟹座的话 也可以是老婆的好帮手 的原因是什么呢 巨蟹座的男生 他们爱赚钱 而且会顾家 不挑食好喂养 好喂养 对 这个是很多老婆来讲 好像在讲拉不拉多 还是黄金列弦 其实很多的老公 或者是男生 在家庭里面 或者在婚姻关系里面 他们反而是比较唠叨 或者是比较啰嗦的 但是在巨蟹座的男生来讲 他们在好喂养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能够做的 让老婆觉得 非常的放心 不必为他们 再特别准备一些 什么吃的东西 或食物什么之类 只要端上餐桌 他们基本上都是 非常的乐于去享受 老婆的爱心的 这个晚上或午餐 那么巨蟹座男生 也能够做到爱赚钱 而且会顾家这件特质 我觉得对老婆来讲 她是会觉得说 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他们愿意 为家庭付出责任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月亮 如果是落在这个星座的话 是老婆生活当中的 好帮手 是我们的天蝎座 我们的Ben 有没有 月亮天蝎 有上榜 来看一下 Ben能够成为 老婆的好帮手的原因 是因为 聪明 机灵 加上细心 有担当 而且有肩膀 其实天蝎座的男人 他们在婚姻经营这一块 或者是夫妻关系这一块 他们是一个比较聪明 而且愿意学习的 肯定开始的时候 不是做到最好 但是我觉得 他们善于观察 而且懂得 去营造出一个 我要成为 这样一个新角色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只要给天蝎座的另外一半 机会的话 我觉得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丈夫 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帮手 再来天蝎座的男生 其实在结婚以后 你会感觉到他们特别的 有担当而且有责任感 在生活当中或家庭里面 遇到一些需要他们扛起责任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表现出胆怯 或者是懦弱 或者是一个胆小的感觉 因此有上榜的处女座男生 巨蟹座男生 以及天蝎座男生 婚后都会是老婆的好帮手 耶 来观众朋友请注意 如果喜欢我们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的话 请上YouTube上面搜寻 命运好好玩官方频道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然后这边红色的订阅 给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随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我在这里等你哦 哦耶 嗯 嗯 嗯